A.M. What News 今天說一宗行家的新聞頭條 可以說這一個是相當之人性表達無謂、表露無謂 甚至乎有點今時而作非的味道 說的是明報的頭條 它是這樣說的 小三TSA天主教區呼籲52間熟客的學校全級一起考 另外東華三宇堂保良局也有33家校申請全級一起考 先說一下這個背景 其實TSA曾經被擾摩化得很厲害的一個考試 當時很多的家長或者一些團體、教師都說 這是一個過分操練或者甚至乎是增加了學生的壓力 還有那些題目過分艱深 有些他們根本上都未必會懂的一些邏輯思考上的東西都考 種種種種種的理由是令到教育局當時是將這個TSA曾經停考 停考完之後其實上年開始重考 教育局又退了一步 當時就說要是你抽了百分之十的學生出來考 要是全級考 但是踏入第二年 那個微妙的變化就出現了 就是有一些學校或者辦學團體 就要求全級學生一起考 那我想來想去 為什麼會突然間有一個180度的轉變呢 其實我估計說來說去都是那幾樣東西 就是理想是美好的 但是現實就相當殘酷 因為其實我估計 有很多學校其實他們因為擔心 如果抽樣出來的10%的學生 他們的水平是低於他們學校的真實的平均水平的話 其實就會拖累了全間學校的水平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些學校就寧願一起考好過 另外一方面也都有一個比較 我覺得符合邏輯的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就算過去那兩年 這個TSA再重考之後 我估計你說那些學校是否真的完全沒有操練呢 我估計又不是的 但是你說是否只是操練10%的學生出來呢 那也不可能 因為是抽樣的 所以最後就是齊齊都練 齊齊練的話 當然是齊齊考的最公道 第三 其實也都可能是 有一些辦學團體 但是他們在評估他們熟客的學校的時候 如果有些是考10%的學生 有些是考完呢 那這個在評估的時候就有一定程度的所謂差異性在這裡 更加難以作出一個準確的比較 所以搞來搞去 便會有全部一起考 但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就是 今次的TSA重考 其實越來越多學校選擇全級考 甚至乎有些辦學團 呼籲自己的屬下學校全級考 但是家長那方面又好像沒有太大的聲音 跟當時廢廢洋洋要求取消TSA的情形 可以說是有一個天淵之別在這裡 那其實是不是就證明了 當一些制度我們改變了之後 其實反過來 只要我們的心不能夠適應的話 或者我們對於那種所謂考試競爭攀比的心態 不能夠克服的話 我們最後都會回到所謂激烈競爭至上的原點上 好老實說 我相信每一個有份考這個小三TSA的同學 他們應該都不會有份投票 在自己學校裡面究竟應不應該去參與這個考試 是全級考還是百分之十考 所以最後其實都是我們大人是影響著這個世界 而我們就是比香港的考試競爭至上的一個氛圍 所包圍著的 所以最後大家都唯有選擇 有史齊齊考 今天談到這裡